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短的一个紫砂壶的那个影片里面 我有提到我自己很喜欢泡茶 那我也有收藏一些 不多就这几只 的紫砂壶 那也有一些就是观众朋友们 就是有私信 我的粉砖然后说 可以赶快介绍一下你的紫砂壶 他们蛮想知道的 那再讲这个我 自己的收藏以前呢要先讲 那什么叫做紫砂壶 紫砂壶其实它是一个贩子 一个特定区域 就是江苏 中国江苏宜兴 所出产的 那泥料这个土啊 泥料是紫砂的 这种壶 那因为紫砂的特性 它里面的矿物质的组成不同 所以它会造成它非常非常多的颜色 那除了这个泥料 本身的颜色差异以外呢 每一种泥料 它去烧的时候 它的温度是高 或者是烧的低 都会对这个紫砂壶的颜色 产生不同的影响 所以紫砂壶 紫砂也有五色土之称 像你看我桌面上 从白色黑色 这种深咖啡紫色 红色黄色都有 那紫砂壶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它是 它其实不是 我们不是常常听到什么 猪泥紫泥 它其实不是泥 它是一种砂 所以你在 这个触摸它的外表的时候 它不是那种非常非常光滑的 它是带有一点点颗粒感的 这种手感 不会是非常光滑的 是有颗粒感 但是它看起来 却是非常的光亮 甚至是有光泽的 那紫砂壶除了颜色多样以外呢 还有就是它的弧形非常的丰富 从明清时代开始到现在 各式各样受大家欢迎的弧形 经过了仙人的创作 一直保留到现在 那像我自己喜欢的都是所谓的传统的光气 就是上面比较没有一些文式 那就是纯粹比较适合拿来实用的 这种实用气 那除了像这样传统的光气以外呢 还有这个经文气 就是上面是一道一道的 我还真的没有经文气 那还有比如像花气 就是仿生的 就是会把整个壶做成一个竹子 或者把这个壶做成一个树桩 类似像这样子的壶 先喝杯茶 那我也经常听到就是 蛮多人对紫砂这个东西很 因为它的这个水很深 水很深 所以不知道该怎么买 那我自己在挑衅紫砂壶 其实没有这么复杂 因为对我来说呢 买紫砂壶就是 它就是玩具 它就是玩具 在经济范围许可的前提下 找一个自己颜色喜欢 气型喜欢 那泡起来 非常的舒服的一只紫砂壶 就OK了 那至于一些比较复杂的专业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啦 我们是永远抵不过这个商家的 挑选一只自己颜色喜欢 拿起来顺手 容量适中 看你是几个人要跑 的壶 我觉得就OK了 因为它毕竟是个玩具 我们每天要拿来用的 那至于很多人关心的泥料 职称等等的 那基本上我们不是专家 我们也很难去辨别 所以对我来说 我透过其他的方面 来认识一个卖壶的商家 所以对我来说呢 与其自己去研究 这个泥料等等到底好不好 不如去信任一个 你用其他方式 去认可的一个商家 你不要听他讲壶 看这个人做人怎么样 看这个人的这个 因为我们人跟人相处 都会有一个感觉 去找到一个 我认为啦 找到一个卖壶的商家 他给你的感觉是很好的 因为毕竟这是专业 而且包括这些泥料 因为它的泥料太多种 它还可以加入化工的 化学的材质 来改变它的颜色等等的 所以这些东西 我认为不是我们这种消费者 可以弄得很清楚的 所以我认为用 不同的方式来选择一个 自己信任的商家 我觉得就OK了 其他的就是看你自己的经济考量 然后喜欢的颜色形状 那紫砂分为很多很多种泥 很多不同颜色的泥 泥料的名称是百百种 很多 基本上可以区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是紫泥 第二类是红泥 第三类是断泥 第四类是绿泥 有这四种主要大的 大的这个泥料的类别 那再加上烧制的温度 然后炼泥的手艺等等的 所以它的颜色真的非常丰富 包括它研磨的粗细 都会让这个紫砂壶的外观 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就来介绍我自己常用的 这八支 紫砂壶 那我们分别泡什么茶 还有它们是什么泥料 然后壶形的名称 那我这两支 这两支都是泡高山茶的 那这两支是泡普洱的 这两支是泡红茶 就比较高发酵一点点 红茶类的茶 那这两支是用来泡比较 没有发酵的绿茶 所以我是以同一个茶类 一大一小 一大一小 然后来做我使用上的区分 很多人就很好奇啊 为什么我今天泡茶 我只要一个壶就好 为什么要这么多壶 那其实这个也是看个人啊 看个人 因为紫砂壶它是没有上釉的 所以它会吸附啊 你泡的茶的味道 所以如果味觉很灵敏的人 你如果同一支壶泡不同的茶 它的味道会有一点杂 所以我们在用紫砂壶的时候 会希望就是一支壶就试一茶 试奉的试 或是试请 翻牌子 就是一支壶就是试奉一支茶 那我是没有很讲究啦 有一些讲究的紫砂 这是紫砂壶的资深玩家 他们比如说这个 这一个壶我只能泡 哪一个茶园的茶 而且是同一个烘培度 同一个发酵度 那我只是很简单的把它分成 高山茶 普洱 红茶 绿茶 就这四个大类 那这就是我们第一支 第一支是我们的紫泥 这是紫泥的试源 这样看得到吗 应该看得到 紫泥的试源 那这支正在泡 我刚刚才倒水进去的 这支正在泡 我现在喝的 这是大鱼鳞的茶 那这支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它的比例很可爱 小小的 那这一支制服的老师 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老师 所以它做的东西很秀气 很可爱 那再来这一支 也是泡高山茶的 这一支是朱泥的 那其实我们看到 紫砂湖里面最 最台湾人最喜欢的 就是朱泥 因为它很红 然后很喜气 但是其实朱泥的 产量在紫砂的 这个世界里面不是高的 最高的其实是像 刚刚这种紫泥 紫泥的产量是最大的 所以朱泥一般来讲 会稍微贵一点点 贵一点点 那这一支是很标准的 西施 那这一支是全手工的 那至于全手半手 我自己也搞得不是很清楚 所以有机会再解释 我不是很会讲 因为这毕竟不是我的专业 是我的爱好 那再来这一支 是我用来泡普洱的 那这一支最厉害的是 它上面的泥绘 它上面这个鸟是用 用不同颜色的泥上去做彩绘的 那这一支是我用来泡普洱的 它是比较小一点点的 所以适合独饮 独饮 自己一个人一壶一杯这样子 那这一支呢 也是这个很传统的一个细形 是非常传统的 这个叫仿骨 那这也是我听说的啦 听说在网络上看到的 就是紫砂湖里面三个最流行的气形 第一个就是这个仿骨 仿骨 那它的由来是因为它长得很像一个骨 就是 有我的帕骨 长得很像一个骨 那再来呢 就是西施 最后一个是石瓢 石瓢我没有 因为我觉得它长得不好看 这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感觉 我自己的感觉 那这一支我也是用来泡普洱 普洱 那这一支就是人比较多一点点 这一支差不多 300cc左右 人比较多一点点的时候泡普洱 这一支比较好用 那再来呢 就是这个 这一支叫君德 君德 君子的君 德性的德 那这一支也是非常可爱的单人狐 单人狐 我自己 一壶一杯 自己一个人在喝茶的时候 喝红茶 我就会用它 那这个 这个泥料的名字 比较特别 叫绿燕鸡血沙 至于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觉得 用起来好看 然后它黑的很亮 黑黑的 很光泽很好 很好 那对 这边还要讲 就紫砂壶还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可以泡痒 就是你在泡茶的时候呢 透过热水不断的浸泡 然后外面可以淋一些茶汤 那慢慢的呢 这个紫砂壶啊 就会 就会越来越油润 越来越亮 那紫砂壶界呢 称这一件事情叫包浆 那 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 到底我的壶 包浆了没 反正 我有一张照片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等一下我们要介绍 这一支壶的照片 就是我刚买来的时候 跟我现在用了 可能现在用了包半年吧 它颜色上的对比 跟它那个亮度的对比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再来就是这一支 这一支也是珠泥的 这一支也是珠泥的 那这一支是一个比较属于设计款的 不是传统器型 它在它的壶盖上面 做了很多不同的乳液的装饰 那壶形也不是很标准的传统器型 但是我觉得它蛮好看的 拿起来也非常的顺手 那这一支就是我拿来用来泡红茶 比较多人一点的时候来使用的 那再来这一支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那等一下我们会看的照片对比 就是这一支 那这一支的器型叫明炉 明炉 那它的这个泥料是蟹黄段 那我刚开始拿到这支壶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理解 它为什么要叫蟹黄段 那泡痒了一阵子以后 原来它的颜色越来越橘 那真的还蛮像蟹黄的样子 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些颗粒 里面还有一些颗粒感 真的有一点蟹黄的感觉 那这一支是我一个人在喝绿茶的时候 会拿来泡的 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头茶 因为绿茶一般是 就是比较长的 就是调锁状 就是一支一支的啦 那如果是这种小口 就很不好投 那像我喝这个 我一般是喝坨茶 就是一颗丢进去就OK了 那那种比较细长的茶 如果这个口太小 会放不进去 而且不好放 那所以我喝绿茶 我就特别喜欢用这支明炉 不管是龙井啦 或者是这个碧罗春 常常的我放茶叶 投茶的时候很好放 那再下一支呢 是我们的这个 本山段 本山段 那它跟本山绿不一样 本山绿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名贵的泥料 所以我可能买不起 那这个叫本山段 那这一支的气形叫夺子 夺是一个手蹄旁在四个右 简单来讲就是很多很多球的意思 那这支叫夺子 那它也是一个非常经典 非常经典 这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壶型 那我当初就是觉得它的白色很有趣 就是总觉得可以在一个比较深色的一个色系里面 有一支白色的壶 那这支因为它气形也比较大一点点 那这支也是我就是如果有朋友来泡绿茶的时候 用的比较大支的壶 我比较常用的八支壶就在这边 那依据我想要泡的茶的种类 跟人数的多寡 来选择用不同的壶 那以上呢就是我对我自己的紫砂玩具 的一个介绍 那如果我任何关于跟紫砂相关的知识 和尝试想要讨论交流的 都欢迎在留言的地方留言 那我是小宇 如果喜欢这样的影片的话 就是关于胡啊茶这一类的东西 那不要忘了按赞分享加订阅哦 拜拜 有点苦讲太久了 其实还好 谢谢大家